我們首先 敬禮傳承主師 一心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敬 空喪師 敬禮 十六世道保法王 喀瑪巴 敬禮 圖登大吉喪師 敬禮 父母主尊 高王觀世音菩薩 敬禮 敬禮 師母 敬禮 仁波切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同門 我們今天的貴賓 我們今天的貴賓 行政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秘書長 廖東周大使及夫人 九地師姐 謝謝 台灣省政府秘書長鄭培福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 大使 朱石一教授及夫人 陳文文女士 大使 中委會法律顧問卓中山律師 中国中教授团王靖賢特聘教授 王耀尊教授 王李教授 林孟燕教授 麥一房教授 洪欣怡教授 林秀吉教授 蔡國玉教授 顧浩翔教授 葉淑文教授 游江城博士 梁超凡博士 林俊安醫師 世界法官功德會總會長 常人上司 防功德會理事長 吳冠德先生 立法委員蔡其昌先生代表 陳惠美女士 民進黨大臺南市黨部主委蔡旺前議員代表 高雄市喜會議員代表 美国哈威州政府臺北辦事處處處處長 雷金先生 巴西橋務促進委員會 臣林姓昌昌 臣林姓昌女士 香港傑出企業家雷弘毅先生 己夫人 曾美婷女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製作人 徐雅齊師 六組彈金 密宗道次第廣論製作人 袁岳上司 主持人 佩金師姐 My sister 盧盛美女士 大專青年 超生佛 佛力成長營 全體團圓 謝謝 那今天 看到這個師母的座位 這個 because the just come back just Hawaii come back Friday so Saturday is time because time is change you know yeah yeah time yeah yeah tour tour or or vocation is busy yeah you know you know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想 我是本人 nomo konnichiwa and good afternoon sammatika oppa on din kamsamita sia lang e ho and 还有什么 olak amigo olak amigo 大家今天 这个 感谢大家今天 来到西雅图的葬事 啊 啊 啊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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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ak i'm olak olak i'm olak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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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ato lejang 雷藏天佛 1 week, 2 week, 3 week 3 week, I wanna go back to Seattle雷藏天佛 I don't know why I say it's Seattle雷藏天佛 Taiwan雷藏天佛 But it's okay Seattle雷藏天佛 And Taiwan雷藏天佛 Taiwan雷藏天佛 It's same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next week See you soon Next week Saturday 3 o'clock Oh Not here It's Gua'an Okay Welcome Next week Saturday Go to the Gua'an See you soon Thank you 好,今天師母不在 所以講話 這個 癲七八道 癲七八道 講來講去都不太對 那一天我有問這個 誰啊 這個 不記得了 你把他站起來 你把他站起來 連死 連死 連死上司 那天有問他 他是從那個加拿大 那個蒙翠歐 那個回來的 所以 那時候我應該問候他 應該是 M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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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那個 Montreal 講的是 化文 不是英文 所以 那天我 錯了 如果我講英文 我問他 Are you 怎麼樣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那時候呢 我回答的時候 我應該要回答 I just come from the Taiwan And before I in Canada Montreal I just come back Taiwan But My heart No leaving Taiwan No leaving Taiwan I know I know Saturday Sri Okla Afternoon Sri Okla Rezang Temple Rezang Temple Have Fire Offering So I come to Taiwan Rezang Temple Shen Moon Shen Moon Yeah I have the one letter For Grand Master Lu And the gift Inside For Grand Master Lu 可以這樣子講 可以這樣子講 所以連死上司 因為現在有男的連死上司 也有你的連死上司 所以突然之間 到底是要講男的連死上司呢 還是要講你的連死上司呢 所以有時候會 腦筋會嗅懂 腦筋會嗅懂 突然之間想不起 蛤 對 原來是你的 那麼我們今天是做這個 高王觀世音菩薩的 Fire Offering 就是佛供 Fire Offering是佛供 那高王觀世音 不得了 這一針 它為什麼叫高王 兩個字 它是最高的 無上的 像王一樣的 觀世音菩薩 那今天做這個主題的特別多 有兩百七十多位 兩百七十多位做主題的 這個高王觀世音呢 是一個 一尊非常崇高偉大的 觀世音菩薩 那麼我到了 這個日本 日本去 八十八臨場 就是 空海大師的四伯 八十八臨場 那麼去巡禮 我看到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呢 是有日文的高王觀世音菩薩 日文的高王觀世音菩 那麼在八十八臨場裡面 他在 發放 日本人也念高王觀世音菩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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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日本人是嗎? 日本人嗎? 初めて,よろしく Shet down please 這個我們經常這個語言隨便亂講 語言隨便亂講,我跟他一下子講日文,一下子講英文,一下子講什麼 尤其他一下子講國語 他是很好的一位上司 你用賢謝 你用賢謝 我在日本看到高昂關心經 我在世國的這個八十八臨場的寺廟裡面 居然看到我筆跡的日,掛在這個扁上 我的筆跡啊,是我寫的日,掛在扁上 掛在那個試驗靈場 他們稱為靈場掛扁的地方 有我的日記 這兩個東西 那麼高昂關心經在 靈,靈,魏晉,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 還有四國 另外還有這個漢 唐 這個時代 唐一下商周 我想想看 因此 因此 心有 每一件事情 要想想 唐一下商周 秦漢 四國 魏 哪個什麼商 三國 三國不算在裡面的啦 三國還不成國嘛 哪裡算在裡面 所以你是 Atama Shoto 三國是三個國家 哪裡算在裡面 唐、魚、夏、商、周 秦、漢、四國 魏晉、南北朝 唐、宋、閻、明、清 最主要的 我不是學歷史 但是以前 我有把這個朝代 稍微背了一下 就像我背聖經一樣 馬太 馬可 路加 耶翰 史獨行傳 格林多前書 後書 另外還有 Tatsanonika 還有 還有很多 格林多前書後書 猶太 啟示錄 猶太啟示錄 那時候是背 新約前書 稍微背 都會漏掉一些東西啦 因為年紀的關係 請大家原諒 在這個 魏晉 在唐朝 高王 觀世音經 就非常的流行 很有感應 人人都在背受 另外呢 還有西夏王朝 在唐朝時代 西夏成立了一個國家 叫做大白高國 大白高國 就是西夏王朝 西夏王朝 所有的人 通通都會背 背高王 觀世音經 全部都會背高王 觀世音經 因為他會背高王 觀世音經 所以成績思汗 打西夏王朝的時候 李公 李公了好幾次 始終沒辦法公進去 後來成績思汗 憂憂而死 憂憂而死 是為了西夏王朝 打不下來 後來才是 以後才有後面的 後面的才打下來 這樣 那麼西夏王朝的 所有的房地 都姓李 因為是 李世民 賜給他國姓 你就姓李 那個你的 你的所有的房地 西夏王朝的房地 也都全部姓李 是因為 唐朝 皇帝 姓李 把國姓 賜給他們 是有這個原因存在 西夏王朝的人 全部練高王 觀世音經 國家非常的興盛 和景中 中中 末地 一直到了末地 這三個房地 這三個房地 都是師尊 謝謝 我不知道 當啊 多少次的房地 我是不知道 但是 要是金姆丘 我指示 西夏王朝 有三個房地 都是 那個 為什麼能起的 叫做大白高國 也是一個巧合吧 也是一個 相應 大白蓮花童子 建立了高王 觀世音菩薩的國 叫做大白高國 很多事情都是很巧合 很微妙的 高王觀世音經 一直流行 流行 很多人在念 很多人 在唐朝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的感應 一直到了今天 那麼我開始呢 從基督教徒 到了 台中的義房宮 那麼那裡面的一個 師匯靈法師 給我一本經典 我打開來一看 就是高王觀世音經 那這個我第一本看的 《佛教》的經典 就是高王觀世音經 大家想想 這個音言巧合 以後呢 我就把這一本經典背起來 然後再把它洪傳出去 念這一本經典的高王觀世音經的經典的 它裡面有幾句話非常的重要 我跟大家稍微談一下 我跟大家稍微談一下 裡面有七佛滅罪真言 它是高王觀世音就是七佛的法王子 七佛的法王子 七佛的法王子 七個佛的傳承的法王子 所以裡面有七佛滅罪真言 非常重要 還有他提到 能滅生死苦 消除諸毒害 生死都可以了 還有所有的毒害都可以解除 所以師尊不只念一千遍 送滿一千遍 眾罪戒消滅 這一句話非常的 非常的那個 眾罪戒消滅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業障 累世的業障 要眾罪戒消滅 你要念高王觀世音集 念滿一千遍 眾罪戒消滅 另外裡面有幾尊特別不一樣 他提到清涼寶山 億萬菩薩 就是清涼寶山 就是五台山 唯一在佛經裡面出現的 中國的民山 五台山 就是清涼寶山 億萬菩薩 那裡是文知施利菩薩的道場 裡面有億萬菩薩在裡面 你念了他的名 你跟億萬菩薩都有緣 還有百億金剛藏佛 百億一百億的金剛藏佛 在這一本書裡面 在這一本書裡面 你念了 過去七佛 未來賢界千佛 千五百佛 萬五千佛 五百花聖佛 百億金剛藏佛 定光佛 其中的百億金剛藏佛 就有一百億的佛 你跟一百億的佛結緣 還有呢 這個過去七佛 未來七佛 賢界七佛 這個三千佛 有了三千佛在裡面 你自己想一想 你跟多少佛 跟多少菩薩結緣 八大菩薩 觀世音菩薩 文知施利菩薩 普賢菩 地藏王菩薩 弥勒菩薩 西空廠菩薩 金剛守菩薩 除盖章菩薩 你跟這八大菩薩結緣 等於是所有的佛菩薩 十方三四一切佛 全部結緣 還有最早開始的 最早開始的 淨光秘密佛 非常偉大 非常偉大 一尊佛 淨光秘密佛 淨光秘密佛 它是西瓜菩薩 very clean 吸过的布拉 近光秘密佛 very clean的light 吸过的布拉 你看近光秘密佛 这么伟大的佛排第一位 还一直连下来 这么多的佛 这么多的菩萨 那么有人念高昂观星经 他单单念高昂观星经 就烧出舍利子 是谁啊 miss Hanewa的father miss Hanewa father miss Hanewa father 他就烧出舍利子 单单念高昂观星经 还有的呢 这个卓中山律师的儿子 考律师 考了好几次 这个卓律师叫他说 你就念高昂观星经吧 因为最后一次机会啦 他就说我念书都来不及 哪里念高昂观星经 最后他终于念了高昂观星经 念了以后真的考起律师 对不对 周律师在那里 周中山 周中山律师 不是他 他念一千遍去考 而是他的儿子 念一千遍去考 你念高昂观星经很好啊 这个生佛 佛丽颖 佛丽颖的 你念高昂观星经这些学生 你念了高昂观星经 你去考医师 你就考得上 你去考这个律师 也考得上 考工程师 你也考得上 这个很奇怪 很多人有感应 刚刚也有人跟我讲 他就是念了一千遍高昂观星 终于全部都考上 还有奇迹 我告诉你 有一个要考这个 考律师的 也是一个要考律师的 他始终都没有考上 考好多次没有考上 他到最后 他就念高昂观星经 念念念念念 念了一千遍 晚上做了一个梦 也梦到 他回到自己的 那个 法律学校 是法律的 这个 法律系 那班上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 我怎么一个人梦见 我自己坐在以前的 那个 法律系的教室里面 有一个教授来 这个 Pofesso来 他就上了台 上了这个讲台 他在黑板上 就开始写 写这个法律的 有关法律的这些东西 他跟那个学生讲 你要把我黑板上的 通通都记住 你要把我黑板上的 教授跟你讲 把黑板上的 法律的这些问题 全部都给我记住 他赶快拿笔记 在梦中拿笔记 拿起来 就批批操 教授一面写 他就一面操 操完回来 就复习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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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考历师考试 黑板上的 全部出来 那位教授 在写一写 在回头 跟他笑一笑 他一看 是卢斯尊 我六法前书 没有背 现法也不会 六法前书 也从来没有看过 我居然 变成那个professor 在黑板上 写下了所有的题目 讲他看 你要抄起来 每一条都要会 终于去考了 真正都出来 要逛啊 逛啊 这样大家看 这样大家看 都不贏你 对不对 你看嘛 观世音菩萨都么伟大 高横观世音经都么伟大 有这样子显现的例子 还有更多的啦 还有更多的啦 大家口齐哦 不用怕 要怕什么 这些人是最怕口齐的 但是现在都不怕口齐 是什么 因为不用考了 我年轻的时候啊 当学生啊 最怕的就是考试 最怕的就是考试 我那个 今天同学没有来 不然他知道我是怎么考的 不然他知道我是怎么考的 我最怕的就是考试 学生最怕的就是考试 你要考试及格 你就练高横观世音经 那课本都不用考试 那课本都不用考试 要考试的时候啊 那那个 那个教授出来 在上面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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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起来 你就是背那个 你就成了 送满一千遍 祈求都能够如愿 伟大的观世音扶上 很多的患者 很多考这个光明的 光明的 很多的业战 都是念高横观世音经 解除的 我个人也是一样 我念高横观世音经 解除我自己的灾难 送满一千遍 菩萨绝对会来接予你 这个王者能够往生 这个 very happy very happy waste very happy mula country 那个美国那边有一个人发音 你要这样子讲 waste very happy mula name 就可以了 不用讲country 应该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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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比较好 美国那边有一个懂英文的 他就这样子跟我讲 他说你应该念 waste very happy mula name 就可以了 不用country 这样对不对 对 你元气都比较好 念就是土地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知道念也是羊 念也是羊 羊妹妹的羊 我欠请大家 《高昂观世音经》不只是念一千遍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因为那是跟十方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玛哈萨结了最大的缘分 结最大的缘分 那么将来大家都会有成就 我欠请大家念 但是大家也要念一个 除了七佛灭罪真言以外 也要奉请八大菩萨 奉请八大菩萨也很重要 这个也要加上去奉请八大菩萨 这一点也是很好的 那么你们念奉 歐歐歐帝グーグー帝都若迪妮哪爹比呢 迪摩卡帝真千帝首也是 也可以 念歐歐歐帝グーグー帝都若迪妮哪爹比呢 迪摩卡帝真千帝首也是 也可以 这两个奏语都可以 因为有人问 要不要加一个歐字 还是不要加一个歐字 我说两个都可以 你喜欢就好 那么高昂观思音它结的是说法印 外说法印 内说法印 结的所印是这样子 那么它的咒语就是欺佛灭罪真言 那么形象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形象是常人上师 它做的高昂观思音 非常的庄严 彩绘的非常的庄严 没有彩绘的也很庄严 那么我自己也有供养 彩绘的高昂观思音 也有供养没有彩绘的高昂观思音 这尊菩萨 那么有了咒语 有了所印 有了形象 那么就可以构成一个念诵法 那么我这个希望呢 每一个同修都能够念高昂观思音 那我讲一个笑话吧 这个老公心情不好 一个静底喝梦酒 老婆就问 你在干嘛 老公说 别跟我说话 我想静静 老婆转过身 一个巴掌就打他过去 问 你想什么静静 静静是谁 解语是 人生有时候想静静都很难 我们修行人最重要要静静 我们练高昂观思音静的时候 就是让他静下来 把自己的心 完全在高昂观思音身上 这就是静静 高昂观思音 就是我们的静静 夫妻呢 在棋楼底下 外面下着雨 这个妻子就问丈夫 你在干嘛 丈夫回答 我在等雨停 其实一巴掌又打他过去 你除了静静以外 还有雨停 你到底有多少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雨停 也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在等雨停也不行 在想静静也不行 所以你看我们男生多难过活 所以我们还是念高昂观思音经 这个所有的老婆都不会反对你 因为他知道你不是念静 想静静 等雨停 对不对 我今天讲一点大研满法 这大研满法有三 最重要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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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你修大研满法 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进步 很简单 你要从梦里面知道你有没有进步 梦里面你白天可以看光 晚上做梦 你能不能看到光 你眼睛闭起来 你可以看见光芒 一大片光芒出现 我眼睛闭起来 看到一片黑暗 没有光芒 原来很多的游民众都在听我说谎 我只有看到他们的头 没有看到他们的身体 你眼睛闭起来可以看到光 现在看到光的人很多 你晚上做梦的时候 能不能看到光啊 你晚上做梦能够看到光 你就成就 为什么 因为人死啊 如梦啊 人死掉的时候啊 就如同做梦一样啊 进入一个梦境里面 你能够看到光 就能够看到佛菩萨 就能够得到接引 你梦中 白天你可以看到光 晚上不能 那就是不行 功夫不够 现在很多人啊 用笔写字都功夫不够 从今以后呢 请不要随便自称笔写字 毕竟大家现在已经很少用笔在写字 那以后自称什么呢 如果你用键盘 就自称贱人 如果你用触控荧幕的 就自称触身 如果用锁打字 可以称为打手 打手 如果用华鼠呢 也可以很牵逼的 犯称鼠背 我们学佛的 看到光明 莲花放光 莲花放光 看到光明 我们真正的 能够有成就 你白天可以看见光 晚上做梦 也看到光 你可以融入光里面 你就得到成就 这个才是 才是成就 所以梦中能够见光 看到光明 就是一种成就 昨天晚上 我飞行飞了一个晚上 Fly Fly 你看嘛 像师尊 晚上一做梦 就在飞 这个飞 用意念 可以把自己身体操控 要飞到 要飞到哪里 就飞到哪里 飞到 Mountain 飞到Oction 你可以飞到 很多的country 世界各地的country 你可以飞到 那个 Vula Nem Vula country Vula Nem 可以到佛国 你可以到处飞行 这一种现象 就是 瑞相 瑞相 你修行有了成就 有了进意 有了进步 有了增长 它就梦中会有那种瑞相出来 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念了八百万遍 莲花童子信咒 八百万遍 莲花童子信咒 以前他常常做噩梦 以前他常常做噩梦 念了八百万遍的 莲花童子信咒以后 Om Guru 年生 短奏 八百万遍 以后 他所有的梦 全部改掉 全部改掉 都变成好的梦 好的梦境 他没有到过 那个 马哈双廉祠的佛国净土 但是他改掉了 他以前他做的 都是噩梦 全部很多噩梦出来 表示你业障很重 都是噩梦 从念了八百万遍 莲花童子信咒以后 他变成瑞相有吉祥的梦 全部都是有吉祥的梦 那个人应该在这里吧 请他站起来 有没有在这里 跟我讲那个他念八百万遍 莲花童子信咒 没有人站起来 楼上也有 外面也有 对啦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念了八百万遍的 莲花童子信咒 他问我 为什么没有到 马哈双廉祠 你是不是真是骗吗 骗我吗 我说不会 一定有感应的 他说唯一的感应就是说 我梦里面 以前常常做噩梦 现在已经变成好的 以前常常做什么噩梦 他掉到险海里面死掉 他被老虎吃了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被老虎吃了 母老虎 现在很多人都被母老虎吃了 梦见被老虎吃了 梦见掉到险海 梦见有人追杀他 把他头砍下来 他经常做这种噩梦 哇 梦里面很恐怖的 念了八百万遍 莲花童子信咒以后 开始就做吉祥的梦 像师尊很会做这个飞行的梦 飞 fly fly go to that anyway go to anyway 昨天晚上刚好 做飞行的梦 哇 非常好 飞到佛国净土 请面见高王观世音菩萨 多好 可以飞到弥勒菩萨净土 听弥勒菩萨讲经 多好 哇 哇 去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说 你就留下来吧 我说 不爱 我要再回去 我留下来就 阿弥陀佛 我还回来呢 我还回来呢 因为我才只有十七岁 阿弥陀佛 落两点给大家看看 你知道吗 长字的boste跟我只差几天 差三天 对不对 长字跟我一起落点 那是 当然是 我只要长字一落点 我就可以落点 对不对 那长字不肯 我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人 跟我boste只差几天 年庙上司 差几天 他差一天 一天而已 你知道 哦 十八号 五一八 你五一九啊 阿弥陀佛 这样 happy boste 哦 他只差一天 长字差两天 你差三天啊 差一天 差三天 哦 但是我不能叫 年庙上司 我不能叫 年庙上司 落两点 这个没办法的事情 我怎么说到这些基安 梦中瑞相 是有的 真的我们的瑞相 这个梦里面 经常出现瑞相 就是鼓励 你看见光啊 在飞行啊 骑坐天马啊 或者 站在莲花上面啊 或者 站在莲花上面啊 你看见光啊 你在这个 吐出黑色的东西啊 就是把你的业障吐掉 身体里面啊 毛细孔里面 有很多虫爬出来啊 也是业障 业障没有了 你不会做噩梦啊 不会有人追杀你啊 你不会掉到弦来啊 你也不会这个 好像被老虎吃掉啊 或者被这个野兽啊 有的人常常梦到蛇 snake 梦到蛇啊 蛇把你缠住了啊 蛇要咬你啊 蛇在追你啊 很恐怖 或者女生怕老鼠 女生很怕老鼠 梦中里面老鼠全部都出来 哇 这个很恐怖了 这个就是噩梦 有一些很不好的梦 但是你梦到好的 都是很吉祥的梦 解除业障的梦 那你看到这个 这个你啊 像佛一样的光明 像水一样的清净 像大地一座山一样的稳固 像轰啊 非常的信尖一味 你会不会啊 会 来自星星的你 知道吗 他会信尖一味啊 你在梦中也能信尖一味 嘻 哇 一下子 我在马来西亚 眼睛一闭 咻 欸 我到了台湾 眼睛一闭 咻 啊 我到了卡纳达 你看嘛 我会的 师尊会的 我告诉你 师尊是怎么会的 我要到哪一个国家去 眼睛一闭 晚上在睡觉 我知道我在睡觉 这个叫明梦 明白自己是在做梦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以为啊 那不是梦 在梦里面啊 做了很多的业 师尊知道这是梦 所以我在梦中啊 我会把眼睛一闭 那整个人就下沉 沉到地心 地球的中心 那个岩浆啊 也是非常清凉 那时候啊 你从哪一个地球的角落 里面转出来 你就信尖一味 到了那个国家 我的信尖一味是这样的 来自欣欣的你那一位 那个金先生吧 都教授啊 都教授他会信尖一味 信尖 一下子他移到这里 一下那 移到那里 我比他还厉害啊 我会移到另外一个国家 从那个国移到另外一个国 我在梦中都可以做得到 我在梦中也可以 怎么样子呢 好像你在那里 我会招手 他就飞起来 飞到我这里来 也能够耶 也能够耶 梦里啊 意念一想 那东西就飞过来 就到我身上 你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叫做梦中任运 梦中任运 你在梦里面啊 可以你要怎么样 你就可以变成怎么样 叫做梦中任运 就是梦中任运 有天耳通 有时候啊 我以前要看大家 看到比较熟的地 我这个 躺下来 棉被稍微盖到眼睛 眼睛一闭 我想那某一个地 前面就出现荧幕 那个地址就从荧幕里面出来 他在做什么我都看得到 这样好吗 不好咧 这样不好啦 对不对 以后我都不敢看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敢看 我哪知道 我真的是 看到不敢看 看到地址 看到那些眼睛闭起来 棉被盖上来 眼睛一闭 看到荧幕 荧幕里面就在演我那个地址 如果演文艺片的 还马马蝶啦 这个演武侠片的 那就不太好了 跟人家在打架 更不好的是 ABCD的A 我要看地址 一看 蛤 天啊 荧幕里面是A 阿密度 就等于消了我三年的功行 消了我三年的功力 我不敢看 以后我就不再看 不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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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会得到天眼通 天耳通 还会得到他心通 对 还是师尊比较高 对 还是师尊比较高 但是一个人 是一千年 以后 你会得到他 还会有 哪些人 你会得到他 我会不再看 你会得到他 她也被救起来 这个受伤的二女婿就负贞一部 三菱汽车 三菱汽车 然后她再是第三个女婿 第三个女婿不会游泳 就救她来不及了 这丈母娘就溺水而死 第二天她的业妇就送给她一辆米饭流 我告诉大家 大家做梦是很公平的 做梦是很公平的 你出现噩梦 就是表示你还有业障 要赶快把自己的业障清除掉 你出现善梦 表示你修行有了精进 你必须要更加的精进 三种梦事是表示你 将来会有成就的 你梦见了光明 梦中任意 梦中有罪相 都是好的梦 这个就表示你在修行有成就 你必须要懂得知道这个时候是梦 要明白这个时候是梦 还要你在梦中能够修行 你梦里面能不能念高王经 会不会啊 如果你梦中也能念高王经 如果你梦中也能念高王经 能够念佛 能够持咒 你就是一自斑 一自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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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夠在夢中也能修行 表示你夢也不浪費 還有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知識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普空極 還思夢中隨夢境 成就何沙夢功德 你難道不知道 寫佛難道不知道 你人生百年也是百年大夢嗎 也是夢 所以這個王守仁 他已經知道他寫的夢是 知識如夢無所求 無所求心普空極 還思夢中如夢境 隨夢境 成就何沙夢功德 盧世尊雖然講自己17歲 事實上已經70歲 但是呢 我過去的一切 未來的一切 都像做夢一樣 過去就像做夢一樣 現在在這裡收法也像做夢一樣 未來還不是夢嗎 你還求什麼呢 就是無所求 所謂無所求 物無所求 這個就可以斷掉煩惱 斷掉煩惱 你看現在呢 台灣呢 有所謂的這個浮貌 有所謂的緩和 緩和有所謂的浮貌 其實人生啊 是笑話一場 笑話一場 我們方外之事 像我 我是方外之事 出家的都是屬於方外之事 都是我們在看人間 就像夢境一樣 當年最有錢的 不知何處去 歷史上最有錢的 石蟲 不知何處去 歷史上最高的 像唐朝的李世民 像漢朝的漢武帝 不知何處去 現代的 我們的蔣介石總統 蔣公 我們稱為蔣公 不知何處去 也不知道他 他以前也是算 有錢嘛 應該也有錢嘛 錢也不知道何處去 那不知何處去 或者客人 自己好處去 所以 有錢是 這個 這一切 那 叫做 像嗎 是 走 都不是永久的 所以成为无所求 人生真的如梦境 你只要心中有一个假假 那就够了 那也是一样 如梦如幻 对不对 办公室里面的一个男同事中午外出 没把手机带走 他老婆不停地打电话来 五岁的女同事被吵醒 吵烦了 拿过手机就大吼 我们在睡觉 你烦不烦啊 电话再也不响了 两个小时以后 男同事鼻青脸肿 怒气冲冲地回到公司 刚才是哪位混蛋说我跟他睡觉 这个是误解 这是误解 这个也是像梦 睡觉就像梦 误解也是像梦 什么都是梦 你说正事也是梦 睡礼也是梦 你要知梦 要明白是梦 还要去修这个梦 修梦 大圆满法 大圆满法里面跟大家讲 你如果在修大圆满法里面 能够转变了你的梦境 变成都是吉祥的梦 你在梦中还可以任运 你还可以梦到光明 这个都是成就 密教才有修梦的 才要让你这样知梦 明白梦 还要修梦 奥马连北米红